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獸 我是POPPKAN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由Premio One 所推出的這個13號機 琥珀版 它的設計師是由Josh Needy 是由Josh Needy 它有什麼特色 就是它專門做變形金剛 在這一支13號機上面 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運用它做變形金剛的那些概念 加在浮沉士裡面 EVA裡面 每次我都要想說 我到底要講什麼你們才會滿意 哈哈哈哈哈哈 那它比較特殊的地方 它是兩個雙插槽駕駛 一個是定真士 然後一個是祖勳 什麼勳的那個字怎麼唸啊 哈哈哈哈 對反正就是雙主角啦 雙駕機 所以在它的機體就是 它有兩個眼睛 BETA和ALPA 這個盒繪啊真的是把它拆下來啊 表框啊都值得 就是不能再回合了 那再來就是大叔要特別講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你不要那麼丟了 它有告訴你所有的配件到底該擺哪裡 你回合的時候會比較好回合 再來是它的後面 它有教你怎麼組裝 欸!人性化吧 好我們上一集在播螺旋的時候就掃了這一張 比較麻煩 OK我們就一起將內容物拆出 OK首先我們開的是第一層 它所附的是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啊真的 不愧是Just Needy 真的是把變形金剛的那種鏽石感 還有它的整個被戰損的 例如說這個刮痕啊 身體的這個刮痕 整個都是陷進去的 這一些鏽斑啊等等的 哇!刻畫得太好了 不愧是P1 這是建築物的一些就是配件 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細啊 這開箱開到我的手都會抖啊 真的很怕它碎掉 連這個鐵桶凹進去的這種感覺 例如說被子彈打到啊 所以打到這個鐵桶柱啊什麼之類的 全部都做出來 價格對得起它的作品 額外一提啊 Just Needy這個人啊 他就是專門在繪畫製作電影 那個例如說變形金剛啊等等的作品的人 再來我們介紹啊 它的這個戰肩啊 就是它的戰甲肩膀啊 它這個是綠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黃色的 都是屬於磁吸式 這個戰損真的是做到嚇死人的那邊 然後還有這個秀斑 真的是精工啊 然後再來是附這兩隻手 OK你不會裝也不用怕 我剛剛說了有說明書 它會告訴你該怎麼裝 這個應該就對應這個手 它是一樣的 真的不是那種其他牌子可以比的 這真的是藝術品啊 然後它這個就不是屬於素質喔 它用的非常好 你完全看不到氣泡 這個功法真的是厲害 很講的 有啦 被我找到了 好 沒關係啊 瞎不掩域 我就說嘛 透明見蟲可能沒氣泡 但是最少氣泡發生在這那還好 你不要氣泡出現在重點 大家都要看這個槍身啊 槍身你還給我氣泡 那我們就繼續第二層的組裝 OK 我們現在已經開到第二層 第二層的部分啊 那這個樓層很特別啊 就是 這樓板有教過我啊 樓層的比例是很重要的 我看到這個樓板啊 我尤其是開心啊 跟這個大樓的比例啊 完全是一樣的 T1真的是很考究 這個是灰蒙蒙的 然後這個是有點拌彩 拌彩就算了 它樓層板的中間 混泥土啊 鋼筋啊 都給你做出來了 我這乾刷的這種舊化感 厲害厲害厲害 底座啊 都要給你做圖案 這個放100年也看不到 這個寫詞也做得很清楚啊 中間啊 你一定想知道中間這一個 到底是誰啊 這個是6號機啊 好 那我們就先來組裝啊 這個 哎唷 很密合耶 誒 不錯 好 這個是屬於6號機的 我說了不要盲裝啊 看清楚的這裝 怎麼叫盲裝 就像我剛剛這樣子 然後試圖想要這樣插進去就要盲裝了 誒 合啦 然後就上去啦 OK 然後再來是這支煙囪 在這 它怎麼好像鬆鬆的 真的鬆鬆的耶 天然鬆 這個樓板子裝在這 這個就要小心啦 這個 因為它會卡到煙囪啊 好 沒問題啦 裝本體的話 叫我先把腳裝進去 這個裝進去之後 就開始麻煩啦 因為一隻腳要踩這一隻 一隻腳要踩這 其實那個公差一定有 來 工作人員來幫我扶一下 OK 我們現在已經將本體裝好 我們剛剛本體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兩個腳它的公差 就是它的設計是要為了讓它很密合 所以導致很難裝 啊 根本裝不進去 但是我告訴你別擔心我終於發現Waze 本體裝好買兩隻腳 這隻腳先進去 就給它進去 不用怕 你這隻腳一定對不好 那個孔你就是對不到 但是我說過啦 素質它有分 PU型就是它有彈性 MAA就是易碎 它這個是屬於PU型 我稍微把它房子移出來一點 然後把腳這樣靠進去一點 看到那個入口處了 房子抓搖搖搖搖 搖進去 就進去 讓你還搞不定的朋友 我也沒辦法 你只能寄回去給P1 不然就是來找大叔 OK 蛤 大叔 厲害 然後再來我們就裝房子 房子的部分 現在這個卡得緊緊的 我完全沒有在怕 房子就到這了 人啊 勤勞一點 直接過來 它這裡就是樓板 我剛剛說過了 樓板稍微抓一下 就進去 不是外牆的部分都裝這 欸 輕鬆了 最難的就是裝本體 手的部分的話 其實一樣就是看哪一個洞裝哪一個洞 要有順序啦 OK 先裝手 然後再上這個上臂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 普通版的話就是這樣一隻手 然後這個是DX才有的 然後這個是 你要記得喔 有沒有看到 第三一段抄進去 抄好這個胸口 這稍微頂著而已啦 成功啦 就是這樣 好裝 可是其實我一直冒汗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斷箭大概會哭啊 然後再來是它附了這兩顆頭啊 然後記得把這個蓋子蓋上 DX版的話它應該要配這個紅色的頭 這個就應該沒有什麼順序的差別了吧 這隻手也裝上去啊 我們現在是主張兩層啦 其實非常漂亮 那你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它這個公叉啊 我今天還是有斷 我斷一小腳就是這個煙囪 玩這種雕像 你要特別注意什麼事 要很有耐心不要出手出腳 慢慢來慢慢搬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試著讓它的眼睛發光 它要裝水銀電池啊 然後它身上就沒有特別的發光了 OK 我們就一起進入細節展示階段 我們一起進入細節的雕像 就已經進入細節了 我們是否認定要糸和好 因為我們每一個月後 也一起進入細節的雕像 為了買一些卦就過去 在整齣線上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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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是不是非常喜歡大叔這次為你們所帶來的13號機呢 那普版的話就是沒有附這個槍啦 然後跟單頭 然後它發的那個光也不一樣 這些展示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個人是對這一支分數很高啊 其實變形金剛雕像我沒玩 但是我朋友有 我去看我都很喜歡 但是缺點是有的 什麼缺點 明文性的蠻裝 裝法我們在影片裡面前面也跟大家說啦 到底要怎麼裝 真的不會的話就得再來找大叔吧 那大叔聊怪獸就為你播放到這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之後大叔會持續為你們開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開箱影片 別忘了按一下喜歡 如果你想追蹤更多哥吉拉開箱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大叔聊怪獸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